四斤苹果就亏三两 有你这么做成为的吗 愤怒的人群当场就要把卖苹果的秤给砸了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出来主持公道 说秤是无辜的 错的是用秤的小伙 就算把秤给砸了也无事于补呀 买家听完表示不服 那也不能便宜了他 众人也随身负荷 绝不能轻饶小伙 他的良心让狗吃了 中年男人问小伙 你干这行多久了 小伙说以前都是父亲卖的 今天他生病了 自己才临时替他的 中年男人心领神会 看来这小伙子还不知道 秤杆子里的大学问呀 那就让我来说道说道 这秤杆小拳 这秤妥小横 权横一词就是打这儿了 中年男人指着秤杆上 第一个位置上的小星 告诉小伙这叫定盘星 是一杆秤的灵魂位置 一杆秤的好坏就取决于 这颗星的位置准不准 秤杆上的七个点叫做北斗七星 告诫人民在用秤之时 需要辨明方向不能有贪财之心 东南西北上下为六个点 比喻用秤之时心要放正 不可有偏邪之作为 这最后三颗星分别是 福 禄 瘦 预示着用秤之时 如果是给别人少一两那就会丢失福气 少了二两那就会丢失财运 少了三两那就会损耗寿命 可话又反过来说 如果给别人多秤几两呢 那不就是给自己填兽 加入 增福吗 所以说这秤秤啊 不仅是在秤东西 更是在秤自己的良心 在秤自己的命运虔诚啊 秤杆子虽小 却暗含着大学问呀 小伙听完低下了头 表示以后秤东西的时候 一定不再缺金短两了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 孟洛川暗暗点头 再也不敢小瞧小乘杆里的大学问了 祸意肥浅的他继续游历 途经一片茂密的早林 在这里又听到了 更让他惊叹的生意惊了 你是来碗早茶 还是来碗早酒啊 随便喝 还有这早也是免费的 孟洛川简直不敢相信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 旁边桌上两个歇脚的客商 看出了他的顾虑 告诉他放心大胆的喝 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 直觉告诉孟洛川 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于是他诚恳的要求俩人 跟他一起拼个桌 顺便向他们打听起了 这随便吃随便喝的起源 看来啊 您是头一回到这儿啊 这儿叫早林庄 客商告诉孟洛川 别看如今叫早林庄 可是在很久以前 这一带方圆百里 连一棵枣树都没有 这里的人世世代代 也都没见过枣子 有一天 其中的两兄弟 出远门去做生意 无意间得到了两棵枣子 于是拿到城里去卖 由于从来没人见过 所以引来不少稀罕的人 最终卖了大价钱 老二从此摇身一变 过起了富人的生活 吃香的喝辣的 自然不在话下 孟洛川越听越有味 忙问老大怎么样呢 老大 但是鸡没吃也没卖 而是找了一块荒地 把枣子给种了下去 没想到不久以后 种子竟然发了芽 老大索性在旁边搭了一个凉棚 不分昼夜的照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小芽长成了大树 大树开出了许多小花 小花结出了许多果子 可把老大给稀罕坏了 可枣子太多 他吃不完 就把枣花酿成了酒 配着香甜的枣子 用来招待南来北往的 在凉棚歇脚的客商 客人吃剩下的枣盒 他又给种了下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有了这一大片枣林 那老大这么做 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孟洛川不愧是经商的 一下子就看出了老大 不为人知的图谋 没错 由于老大分文不取 白吃白喝的客商们 都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便把天南海北的 有关各种生意的行情 透露给了老大 算是抵了枣酒钱 不出枣树林 便知天下事 碍于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 各种消息十分闭塞 老大偏利用这种消息差 安排三个儿子 在不同的时期 去吃不同的生意红利 家业是越来越兴旺 相比之下 坐植山工的老二 毁不当初 险些哭晕在毛刺里 各位看官老爷们 看完这里我想问 枣树真的是种出来的吗 欢迎留言指点叨叨 槿树